遇到法律问题却没有钱做法律咨询或请律师吗 法律辅助基金会可以免费帮你解决困难 不管是请律师打官司撰写法律书状 调节法律纠纷或是咨询法律问题 法福基金会都能为你出一份心力 不过法律辅助会成立的宗旨 主要是为经济弱势的民众服务 必须符合以下条件才能申请法律辅助 刚刚董事长有特别说明 我想我要在这里替他再重复一次 法律辅助基金会的服务是针对弱势的族群 并不是所有的人他只要需要法律服务的时候 全部都来接受这种免费的服务 我们再强调一次是针对弱势 这个弱势当然有一定的定义 所以因为要这样子才能确保政府的资源 是运用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身上 如果自己有能力去聘律师的 我们还是请他自己去聘律师 让这些有限而且很珍贵的资源 是可以提供给真正我们比较弱势的民众 在台东我想我们一项弱势的族群比例是偏高的 所以这样的服务在台东能够落实 我相信是很有意义 真正能够帮助到很多我们台东的乡亲 申请流程很简单 事先电话预约 前往未在台东市浙江路的分会就可咨询 现在住在偏远地区的民众 还能透过视讯直接在附近的护证事务所或办公室 做法律咨询 目前长兵达人金峰海端和盐平香 都已经设置好电脑视讯咨询服务站 之后全线还会陆续完成14个视讯服务据点 让民众能够更便利解决法律问题 东台新闻全金雄黄欣平海端香采访报导